看我弟弟正在香喷喷的吃着他的螺蛳粉 你这是干捞的 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干捞呢 不过来点汤 螺蛳粉的汤 那味道才重口味 不过你现在喝着个冰奶 等一下再来口螺蛳粉的汤 感觉怪怪的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我跟弟弟出来这边吃零食 然后等一下买碗买那个菜回家 估计要买两三天的那个菜吧 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跟我弟弟一起去买的那个冰奶 看着起码有这么多的冰块 然后奶呢 就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吧 然后特别甜 冰奶哦 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吧 特别是我上高中 还没上大学之前 偶尔会跟姐姐出去那个玉林城区去逛街 然后就在那个什么南城百货 附近啊会有一些奶茶店 它会有那个冰奶很便宜 大概四块钱 一大杯 这么一大杯吧 然后 然后就会跟姐姐还有弟弟一起 哎呀 每个人弄一杯冰奶坐在那里玩着手机 或者说哎呀 这吃点零食 那就是我们以前的记忆了 就很休闲的一个时刻 然后现在呢 大多数的奶茶店基本上没有冰奶的 都是什么什么 呃 椰奶啊 烤奶啊 之类的 嗯 价格是相对来说也上涨不少 在这种炎热的夏季来一口冰奶 哎 还是很爽的 你要不要吃那么香 嗯 嗯 我弟吃的实在太香了 他现在我这嘴巴前几天的时候 哎呀 可能我吃零食吃的太着急了 一口咬下来 然后就咬到里面 然后就有点就出血了嘛 到现在就还好不了 我发现真的嘴巴如果说有什么溃疡啊 反正嘴巴什么牙齿 有什么问题啊 发炎啊 基本上很难很难好 太久了这个时间 所以 所以就 我接下来这一大段时间都不怎么能吃 好吃的东西 特别连我刷牙我都在 慢慢慢慢慢慢刷 因为太痛了 就是 咸一点的 辣一点的 然后有刺激的 太难受了 你就吃了一半了 对 我觉得我弟弟还是蛮适合做吃播的 他吃东西感觉特别香 哇 你吃的这么香 我觉得你在日本还是蛮受欢迎的 做饭做菜做面条的那个人肯定会觉得嗯 吃的这么香感觉是我最大的肯定 哈哈哈 你是不是得刮胡子了 你上次都是应该要刮了怎么还没刮 没刮胡刀 啊 刮胡刀生锈了用不了 那你不是说上次也说要买吗 上次说不够钱了 现在够钱了吗 没有 还没够多少钱 好一点呢 三四十吧 我给你资助一个 我纯点吧 我纯点应该 不需要我资助啊 那你再纯点 没准你那到时候可以留个山羊胡 男孩子留点长胡子啊 显得 气质的不一样了 哈哈哈 显得老一点 说老一点 还好啦 你那年龄段 再怎么留胡子也不会显老的 只要不油腻 你虽然胖 但是你不油腻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评价很中肯吧 还不油腻 胖不代表油腻好不好 这么好吃吗 好 好了 弟弟吃完 买菜 螺丝粉了 我们准备要去买菜 看我们御林了 就是好多粉店 桂林米粉 炒米粉 酸辣粉 等等 啊 对面还有个竹岩鸡 生态食品 茶餐厅 然后 要店 前面就是 市场 卖菜的 你又在看什么 碰爪 碰爪 那单买新鲜的好吃 买那包装怎么好吃的 你要五股啊 那我拿的 五股也贵啊 包装的够贵 9块9 9块9多个一个啊 345多个 你3456个一听就没有底气 你要买个两天到三天的饭菜哦 啊 去买今天和明天了 嗯 我后天要去烤个木寺 后天要烤个木寺 一起出来 但是我是早上出来 你跟我出来吗 我早上 8点40要到9点钟 9点半这样开烤 10点钟 或者是10点半才会拿到证出来 那你可能中间要等两个小时 那我买三天的 哈哈哈 真的是 认真的李小厨同学正在采购食材 他不停的挑挑挑挑挑 找出肉最多骨头最少的部分 时不时跟老板说两句 看能不能少点价格 看价格能不能降一点 刚刚挑完胡萝卜 然后现在呢 又开始挑玉米 准备做那个玉米胡萝卜 骨头汤 我就比较闲了 我负责出钱 我弟弟负责出力 哈哈哈哈哈哈 来我们来找个大西红柿和个饮 哎 哎呀 哎呀 这个草就是八宝米吧 八宝粥 加了这个 加了什么 好像生姜 不是吧 那个香蕉片 这是香蕉片 对吧 看到这个八宝米啊 我就想到了之前 小时候 刚刚开始学会做饭 煮饭 结果那时候八宝米呢 以为想要做到八宝粥 结果放了水 就放了那个 一只的一个 煮饭的水 结果就成了八宝粥了 有点腻闷 突然发现了有一个特别优惠的 这里有一个 这么大瓶才7块9 如果是会员就7块9 不是会员就28 而且只限今天 感觉好便宜啊 必须得弄一瓶 快走 放上去 不要压坏了 压你的脸 好了我现在要付钱了 付钱95块2 今天又花了95块2 等一下人家吗 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出去 准备回去了吗 回 回去 好了我们今天陪我家的弟弟李小厨 出来采购食材 准备回去做大餐 做点家常菜 好黑啊 这有90多块钱 真的去快看有没有抽奖 不能放过 花了这么多钱 看能不能抽个奖 抽个酱油也行 抽吧 刚才弟弟把小票给小姐姐 然后这边就可以抽抽一张 刮一下 谢谢回复 你这狗屎运的运气太差了 走了 拿着小票走 然后就多了个纸巾是吧 对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纸巾 二十六号 七十月六二十六号来 开底用 五十 真假的 所有东西吗 真的是 骗人吧 五元 五元带铸具 是吧 戴着眼镜 四个眼睛都不如我两个眼睛看的清楚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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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今天星期天 感觉人还挺多的 大家都出来买采购啊 逛街啊之类的 我就出来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 出来转一转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 太重了 看我弟弟 那个饮料拿到手就立马喝 手好痛啊 我弟弟呢 找到了一家之前买过的 觉得比较好吃的 烤鸭店 就在这里 李弯弯同学 你之前吃过吗 吃过啊 你感觉很好吃啊 老妈那你吃很好吃啊 吃样子啊 肥吗 不肥啊 那就行 买完了没 买完了 嗯 还要买青菜吧 买点青菜 嗯 我都可以买青菜去 嗯 好了这就是今天买的最后一样菜了 肉丸 玉林的肉丸很好吃的哦 跟那个朝上的那个肉丸也一样都好吃 买完了没 买完了 可以走了吗 回家吧 好 好了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回家了 回家做晚饭 今天出去买菜的视频就写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早点休息 明天上班了 然后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其他的莉莉成为我的粉丝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顺便查一个顺便给我们赞吧 谢谢大家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